13. 星島日報 屬環境有結伴減自駕遊意外 2015年7月22日港民A06專家的說近年港人外遊喜歡自駕 為不時發生意外 汽車駕駛專家認為 無論在澳洲或外地 港人因不熟路 如如雨雪天氣 便容易發生車禍 建議港人外遊駕駛時 最好與熟悉當地交通和環境的朋友結伴 以便引路 避免因不熟路和環境而發生意外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表示 香港地小 帶多港人缺乏長時間駕駛經驗 到外國自駕遊時 動載要駕駛兩三小時而疲勞 加上不熟路 若雨到雨雪天氣 更易出事 李建議 港人在外地駕駛時 最好與熟悉當地道路和環境的朋友同行 友如到遊隱路 不會因行錯路而發生意外 租用四驅月夜車較可靠自駕遊旅客多會在當地租車 李耀建議港人最好選擇車身較高 視野較好的四驅月夜車 穩定性高 不怕雨雪天氣 它指出 如遇上落雪 緊記要換上可在雪地防滑的輪胎 避免失控或出道路 此外 一名旅遊業人士即提供澳洲自駕遊小貼士 當地 GPS 定位導航系統在郊外 不是每條街或景點都包括在內 出發前應查閱地圖並覆印作參考 而且澳洲很多地方晚上沒有街燈 設計行程時最好再入黑前到達目的地 以免迷路及減低發生意外機會 本部機者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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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